早晨,大家好,今天7月24日,星期二得道,早晨,财经 我是你的主持杜森,令蘇姬变为机会,让知识变为财富,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本节目提及的内容,仅作为讨论分析使用,不作为任何买买建议 投资推介,仅作参考,风险置库 道指,星期五夜晚的道指,收市跌了137点,纳资跌了1.87% 美国服务业活动在2020年以来首次收缩 市场重现对科企业职的忧虑,美股星期五先高后低 道指曾经跌100点,之后跌超过300点 科技股为主的纳资更加回吐更加大 道指高开之后,131点之后,升幅抗止182点 高见32219,但之后反复向下,一度跌305点 低见31731,标普跌1.5%,纳资最多跌2.42% 美股收市,道指跌少了,跌了137点,报31899点 标普跌0.93%,报3961点,纳资跌1.87%,报1134 欧洲股市,较稳,英国,法国,德国,分别升0.08% 0.25%和0.05% 社交媒体SLAB,第二季,业绩信誉期 股价收市暴跌39.08% 当然其他社交媒体SLAB,META,Facebook,Alphabet,Google 等等都急跌5.63%至13.51% 推特上季收入意外下降,股价反而不跌 反而可能之前跌得多,升0.81% TESLA就逆市升0.2% 该公司在星期四公布业绩之后 已经炒高了一成 根据资料显示,沽空机构 单日账面就损失10亿美元 本业更加累涉30亿美元 那么其实呢,EKMAS很喜欢 夹这个沽空TESLA的孤家 所以呢,经常性都是这样对赌的 那当然,最出名的沽空TESLA的 是谁呢?表记上 所以两个在公开场合 都曾经大家都有互数不试 那么,根据资料显示 7月20日为止 一个星期,全球股市基金 就录得45亿美元的走资 当中美股基金占7亿美元 连续两个星期就出现正熟回 债券和黄金基金 分别就走了82亿和18亿美元 那么,花旗银行总裁 这个范杰恩在访问之中 直言呢,欧洲存在着 切实的衰退风险 那些欧洲的国家呢 更加会容易受到加息的冲击 那么,十年期的债息就回至2.7286厘 那么,欧罗区7月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就是PMI 初值前呢 一个月的52亿 降至49.4 那么,显示经济活动的意外地呢 在2021年初呢 以来首次跌至52亿下的收缩水平 其内德国综合PMI 也跌到48 至于美国7月份的服务业PMI初值呢 就由6月的52.7级降至47 那么,创这个2020年5月以来的新低的 那么,差过预期 那么,月内制造的PMI初值呢 就是52.3 高于预期的52 数据出来之后呢 那么,这个 调期那个市场呢 就交易员呢 也都压着这个联储屋 9月加息0.5厘 机会呢 大过上条这个0.75厘 那么,美国10年期 债息一度呢 就升大跌14.61个基点了 那明明呢 原本说1厘 接着0.75厘 现在说到0.5厘 有没有那么夸张呢 那么,这个PMI收缩呢 那么,市场对这个欧洲 未来进取加息的预期是降温 那么,德国两年期的债息呢 都落得2008年以来呢 最大跌幅 那么,下跌26个基点的 0.42厘的 那,俄罗斯央行的大手减息1.5厘 那,减幅远超过0.5厘的 那,无论了 那,俄罗斯呢 都好不行啊 所以,现在要减息高一高了 继续打下去呢 那,即是打这个乌克兰呢 都去到几相的 那,刚才说了呢 这个Snapchat呢 那,单日呢 就比较好 那,单日呢 差不多急速四成 正经发起差不多超过100亿美元的市值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这个Snapchat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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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单日呢 那,跌四成9.96美元的收报 那,正发100亿美元 那,这么紧要 那,这个第二季呢 那,这个财务报告呢 那,非常之灾难性的 那,其内的收入呢 那,略低于预期 在这个记住和确定呢 都让测诶 Forsch成员 那,最后的口罩呢 那,就是了 在星期三也会公布第二季的公布业绩 其实这个社交媒体为什么会这样跌得这么紧要呢? 因为没办法,每天的习惯,诚信度很低 大家可能一波风可能尊重新媒体 或者每天不一定上到Facebook 例如Snap那些年轻人也是很年轻的人 Facebook那些是老人家思想的 Snap原本是年轻人,不是年轻人有很多新穎的玩法 所以我曾经做过Online,大家都知道 我被人在公司里面有个手袋叫阿公 那为什么呢?几十岁人还做Online自己也不更新 所以年轻人的习惯经常转变,也很影响Snapchat本身 所以没办法估计,也会认识地下跌了 这个Snap也比我弄死 以前我记得上市,其实刚刚上市不是那么好的 上市初期最低位11个多,就升到29个多 当然这个是2017的了 到18,我其实10,可以由4个半最低的智觉 然后上去21元,高低波幅也很厉害 我记得我11元左右买过去 我等了,都应该好像是2018左右 等了中学很久都不是怎么升 来来来来来来来 那年你想想,最低位4.8去到21个多 高低波幅也很厉害 等到2018年年尾都撑不住了 算了,等了这么久都不行 他真的一个屈美10 2019年,由最低5个多,就已经2019 就已经弹到18个多的最高位了 然后呢,这个2020年大放异彩 他说,吃了这个不知什么韦哥了 接着呢,弹到最高54元 接着2021年呢,更加去到83元 哇,你说我当年那只11元买的 等了一年去不动 接着呢,2021年怎么知才收割 真的我都等不到那么久 等我都停了一整年了 想不到呢,接着浮浮沉沉 那么,10元至13元左右 真是撑不住 那如果那个83元放到呢 不过83元啦 放到这个五六十元都不错啦 但是呢,今天最高位83元呢 又回落了 回落了,回落到昨天为止是9.96 那你说,喂,是不是9.96低位呢 没人知道的 那所以这些,这个社交媒体呢 刺一时比一时 那所以大家也都 留意一下这些股率比较波动的大些少少啦 那,讲讲这个美银策律师 他就是股票基金的走资 当然是开始反映投资者悲观的情绪 那美银策律师认为呢 股票基金走资情况呢 其实是一个很初段的 这个反映投资者的 对这个资产的悲观情绪 那这个他们的团队呢 也都说呢 由今年1月起呢 每100美元呢 就流入这个环球股票基金的资金之中呢 那股票的基金流出的金額是为3美元的 即100美元流出3美元 那资金流向呢 目前呢 只是开始的 开始追上这个市场情绪呢 警告美股有更加大的下跌空间了 因为过去13年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的过程的情况 已经逆转 那以6个月的美股熊市根本 就无法将反情况反映 那截至这个7月20号的一个礼拜呢 更有45亿美元的环球股票基金 其中美股基金录得呢 7亿美元的正 这个正熟回 那债券基金走资的82亿美元 那是第三周以来 首次出现的正流出 那至于现金呢 就为35亿美元 那看淡后市的低持仓水平呢 已经是支持风险位纳的美股后市潜在复苏的动力 那指出来自俄罗斯的中国的负面因素 在下半年都会拖来减少 那美股呢 由红转头 就是需要看到通胀和债息见顶 和联储局2023年呢 之前完成加息 那而呢 除非经济出现大需 和大人信贷战 可以不预期 当个明年底之前 会完成加息 那就是换句话 所以呢 距离这个跌缘呢 还有一段时间呢 那就是2023年 或之前完成加息 但是 他觉得呢 当改明年底 才是 完成加息 那就是 通常要见到通胀 和债息见顶 才可以 由红转流 那就是 更加近了 何况 现在的走资 只是一个 等着开始 所以呢 简单说 这就是 那就是 美股 美股的策略师 那就是这么认为 那美国前财长 这个薩密斯 加税令到 需求减少有助 压益通胀 那外电报告 这个前财长呢 那其实 之前很多是说的 那接实到外电讲呢 那就是 加税有助呢 就压益高通涨 那由于提高税项呢 可以使得部分的需求消失 那经济中 也取掉部分的需求 从而压制通胀 但是不贊同加税为了 增加开支 那就是 那就表示 应该向富人加税 以限制 这个 这个去支出 那有助 这个压益通胀 那当然 那当然就会 那会受到一大班呢 那不在其位 那就是这样 那就是那些 那在其位 那够不够缺缺缺呢 那可以 那加一点 那加得多的 那当然有很多的 深层政府的 人员牵涉在内那些 那些利益 都会 有所受损 那究竟是否实行到呢 这个又另解 因为拜登事实上现在是弱势政府 另外美国经济数据表现陷阱 美汇美元汇价先跌后反弹 美汇指数一度跌0.74% 低见106.11% 美段转升 今天报纸106.73% 今天星期已经跌了1.2% 标普较早时公布 7月份的美国综合 刚才说的PMI初阶47.5% 大幅低于52.3% 但是投资者的避险情绪 美汇早段受压 不过美国股市下滑 投资避险后来升温 又利好美汇 未来真的看着美汇 现在好像没什么 报纸106.73% 但103.3% 其实一直守着 我小弟仍然觉得会冲上109.7% 甚至更加高的水平 当美汇一升上去 单天保置砖上去 然后全部东西都会滑 所以慢慢等 始终呢 已经反弹了一注的时候 大家觉不觉得 现在就是可以 应声可以 冲上去 之前的下降轨呢 冲不破的话 跌回来的机会是比较大 慎防也是那句 做单日转向 或者一些重要的时间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 跟着一转向的时候 就会连环落 到时就 这个美股好流行一条气的 一条气升一条气弹一条气跌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的时间 就是下个礼拜议息 这个分水位的时间 相当之相当之重要 当然也是 时间又月底了 整个月的走势 通常呢 通常由月底开始 一路走去月头 那头十日八日的 所以大家密切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走势出现呢 当然由七月份呢 我都想着一个转世日子 为什么七月份呢 我又不做 好像真的转回来 又重复回来 所以会不会真是 我的金融核弹 我仍然都有一丝的寂寞 那大家不要灰了 那这段时间 心情一样的就没办法 因为有些个人事务 或者个人问题 也有些比较多 所缩事 我也减少了在导心炒股里面 去给 有时不然 心情一样又怎么做 因为这段比赛的位置就没位 但是昨晚夜播呢 期指跌到五十下,我都给了夜波两点多三点都是升的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因为昨晚刚刚扎醒了再看看 恒指整个礼拜而言升了311点,扭转两个礼拜跌 总结全周恒指就升了311 大市就星期五就曾经高开200点 五后一度倒跌,周市就升34点 保二零六零九,大市全日的成交缩减到八百五十一亿 死不死,一千亿都没有 科技股指数十五点,收四五九七点,应该叫科技指数 澳门赌场有限度重开,加上八亿经济援助实施 有望这个八月实行,借势做好了 倒股1928就全日最高位收市,加上3% 表现最佳蓝筹,其余多借,倒股也上升1%至2% 阿里巴巴美团向上,腾讯两年跌,网易似传说会在下星期发动手机游戏,估格先升后铁 华人之地,玉辉,碧桂园跌1%,内房股一般 东方海连升8天,这只货疏,常常会夹上去 有些所谓蓝丑,好像有时都被人打仗 另外,股东减持的特步跌4%,华保国际原值主席取报后审,股价先升后跌 收市还重在27%,这些都不会碰,也有些问题,也很麻烦你炒这些股 所以说股价阻塞了,暂时也是 未知做一些大行动是大趋向的,所以小弟的NPF仍然是无变的 无谓在这里,因为我每天升升跌跌可以玩NPF 所以暂时我仍然都是维持原位的,我升不会博 如果在中线,当然如果短线的升跌跌,大家都明白 也不断上山下海,只不过在不同的区间里面 各位那一句,美股反弹近尾升 其实现在的位置,我都跟大家说过,3223 左右 收市的 昨天去碰一碰那条通道顶,3219 也去到小弟说了很久,那个EMA500 就差不多了,EMA500是3299,3219最高 一碰它就回了一点点 那这些位置,如果有一天,可能羊棍 都是那一句,日线先升后跌,大家要小心 这个标普也是近期,已经连升第三翼 近期的低位是3636 一口气弹了一成,港股6月28日,近期顶部 那这个,之后翻幅回落到20600点就不想不落 成交更加速度到1000亿下 那那个,值得留意呢,美国防守股AT&T呢 在前几天公布的业绩比预期更好 但行政总裁那个叫做斯坦基 表示高通胀导致运成本上升 下户因应物价,然后那个缴交电话费 电话费也要燃交,死火而已 下条现金流 那所以呢,他们老板都说 其实很多蓝筹公布业绩 都会说未来一期对后市公布的看法 但大部分都不一样的 那么,随着这个全球衰退机会增加 股市和这个,或者会有再弹少少空间 但是呢,再追下去 那大家计到一个直播内也有多少 但是股市大有机会下跌 商品价格也下跌 避险升温呢,所以捉住,记住,看着 这个,如果不是呢,一转小的时候呢,是非常之快的 因为,桥水也沽空欧洲股票呢 坐仓他们一定不会坐短时间的 记住,是加码的 那所以这个,欧洲宣布加半利息 你想想,加得这么厉害 那,还有,之前加拿大呢,也都是 那么迅速加一利,那大家要有些警戒心 那么,近期呢,市场呢,吹到大家好像是没有 没有影响,没有成呢 那么,所以呢,这个呢,大家都是要有一分戒心在里的 那么,详细点位那些成呢 明天呢,我会再跟大家讲讲 道指,比股,和这个,纳指等等 和这个,港股的那个后向呢 要留意些什么水位,点位 那么,大家留意啦,OK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听 那么,记得,做成六部曲 那么,subscribe我的频道 啊,星期二得道,星期日报,和星期二新闻集团 那么,有些,什么update资讯 在我facebook 里啦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